医院保温箱内 许多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儿 正准备开启他们的人生 但未来南韩恐怕很难出现 如此热闹的光景 南韩社会也正遭逢 少子高临化的威胁 南韩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 2022年南韩总出生人口 只有24.9万人 出生率降至0.78 这不但是1970年开始统计以来 年度新生额诞生人数 首次跌破25万人次 但2023年的状况恐怕还会更惨 因为今年第二季出生率 竟然只剩下0.7 若趋势持续 专家警告恐怕今年度的出生率 会降到0.6的历史新低 而且少子化的趋势不光发生在偏乡 连首都首尔也持续恶化 原来南韩物价高 住房物价问题 教育费用都相当昂贵 尽管政府有提供预额补助 但还是无法扭转生育率 不但专家警告 12年后也就是2035年 首尔中小区人数将减少于半 甚至到了2750年 南韩将从地球上消失 如何有效刺激生育率 减少少子高临化的问题 南韩政府持续思考 希望能解决燃眉之急 三里新闻为您中报道